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今天针对三宗失踪投报召开记者会 三名失踪者年龄鉴于17岁到34岁 他们已经失联多时让家人感到非常担心 虽然家属已经向警方报案 但是至今都没有他们的消息 为此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拿杜斯里张天赐 就呼吁知情了民众尽快联络警方或者是马华公共服务局 今天有三名母亲到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局求助 因为他们的子女已经失踪多时 22岁的朱志康今年7月10号就到新加坡工作 他还告诉母亲赖翠瑶会在今年的9月17号到中国旅游 之后就会回国 不过赖翠瑶在9月24号和儿子通过微信联系之后就无声无息 他还说儿子的朋友告诉他儿子曾经在11月分别在四个国家被捕 赖翠瑶之后尝试和儿子的朋友取得联系 但对方一直不肯接电话 17岁的萧凯琳是去年8月31号第一次和29岁的男朋友阿红外出晚餐后失踪 阿红告诉萧凯琳的母亲 萧凯琳是被一名印译男子带走 虽然阿红曾经在去年9月2号报案但还是没有女儿的任何消息 黄宝凯之后在去年10月再次报案 不过失踪超过一年的女儿至今音讯全民 至于34岁的梁文凯 11年前搬到吉隆坡交赖和丈夫一起生活后 就没有回到彭亨加勒的老家 两年前她甚至离开丈夫让两名孩子非常难过 梁文凯是去年年初告诉父亲想到雪州蒲总工作 她也曾经联络二姐透露会在去年年底回乡探望家人和更换身份证 之后却没有任何消息 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拿督斯里张天赤呼吁 知道这三名失踪者下落的民众尽快联络警方或马华公共服务局 NTV7采访报道